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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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试一下,这一期呢,就是想和大家聊聊,内容我写在手机上面了,我倒着念吧,话题很大,好像也很空,不过确实是我想了好久的,憋着不说我也难受,说出来大家难受,嘿嘿,最早呢,对这些问题有强烈的想法,思考的冲动吧, 就是因为一些中国的古书,还有我个人认为人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欲望满足的阶段,应该还有更高的,更高吧就是,其实古书我也没有看几本,很多还是别人一说我一听连涉猎都散不上那种,但在这个过程中呢,我逐渐发现一个巧合,很多古书到最后呢,都是大同世界,也就是共产主义吧,我们转起这个说, 那有没有一种方案可以实现它呢,我倒是想到了一个,不过在说方案前,先说一下我为什么非常渴望这种共产主义 曾经知乎上有一个提问,说为什么每天上班都是坐着,但还是很疲惫不堪 打主里面有一个叫肥肥猫的,他说的很好,他说是这样的 因为你无法欺骗自己,包括欺骗自己的身体和大脑 人本能是排斥没有任何创造性和成就感的东西,尤其反感机械重复性的活动 我大概呢,也是这么想的,只是我没有他那个表达能力,所以渴望摆脱这些 不过共产主义的实现的前提是物质基础高度发达,什么都不缺 这个就很难了 你生产再多的物质放在那,它也会坏,而且这也不是个事啊 应该根本能一部分人躺着,一部分人干活,搞个假身的共产主义,这个也不太好 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些朋友已经想到了,我们可以用机器人来代替 我们这儿把它笼统地称为人工智能吧 不过我想的人工智能和现在的这些呢,还有点不一样 我想象中的这类东西,它就像是英雄联盟里面那个安妮 她召唤的小熊Tipper,就是一个召唤物 它可以将我们从这些无聊的事情里面解放出来 它也可以源源不断地提高物质基础 小熊Tipper呢,听起来好像不切实际,不过现在的现实中确实有 好像很多掌握核心科技,优质品牌的国家 他们就是躺在专利小熊上共产的呀 用这个方法就可以实现共产主义了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人干什么呢? 人这个东西它也闲不住啊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女人叫玛丽娜 她是个行为艺术家 她曾经在一个地方的大厅里面做了很久 和上千个人对视过 期间有很多人和她对视一会儿呢 情绪就会崩溃,然后大哭,还有别的吧 由此呢,我就想到人一旦摆脱物质上的追求 就会走上研究艺术,哲学,音乐,神学 这些 但这个中间还有个事情呢,就是 我们应该,我们如何去操纵小熊Tipper 比如让她给亚瑟吐口水啊,指令还是要人下她的嘛 所以在这里呢,我设想了一下 一旦步入这个阶段 就是有了小熊Tipper出现的这个阶段 人的学习的时间 可能要比现在长很多很多 先学如何操,先学Tipper操纵术 简单的就说成数理化吧 然后再学哲学,艺术 可能要学习三十年,四十年,甚至六七十年 这样一来呢,人的寿命需要延长就变得迫在眉睫了 你不说永生吧,起码你得活个一百七十岁的寿命 这个就差不多了,因为你学要学六七十年了 在这一块呢,寿命是怎么延长的呢 这个我也不知道 可能要发展到那个阶段,可能才会有办法吧 以上呢,就是我大概构想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 现在我们再来说一下 就是让人如何进入更高维度这个事情 什么是更高维度这个概念我表达不清楚 这个概念呢,是我借过来的 在早些时候,我在微博上看过一个视频 内容是从一维空间到十维空间的区别 不过以我的智商呢 我看到思维空间,我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了 说这些呢,意思就是 唯这个概念就是从那边借过来的 刚我们举了一个行为艺术家玛丽娜的例子 我们再用一次它 就是想表达一下 人的感情很多都是相通的 不管你是什么人种,职业,地位等等 当未来人全身心的去研究艺术,哲学,音乐 这些东西之后 可能人们在感情上呢 会慢慢建立起来一种紧密的联系 我用心灵力一词吧 人人都有越发强大的心灵力之后呢 或许可能还要加入一些技术手段 这些技术手段可能是为了拓展人的寿命 从而发展出来的 当心灵力成长到一定的阶段 有可能的我们的思想就互相通了 每个人的思想都通了 简单的说就是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我也知道你在想什么 大家互相都知道 达到这个阶段之后 像一些犯罪、邪淫、恶念、野心家 他们就没有生存的空间了 因为你动了这个念头 别人就知道了呀 你还想干什么呢 还有一些我们今天听起来比较虚的话 大概像佛经里面的一些话吧 好像有那么一句 凡心所向皆是虚妄 像今天你很富有 看中了一台价值不费的跑车 想买下来开出来炫耀 可到了那个时候 一来是物质基础高度发达 什么都不缺 二来大家思想都相通了 你有就是我有 我有就是大家有 你在追求什么呢 还比如有这么一句话说是 没有人是孤岛 所有人都是一个整体 不要问丧终为谁而名 这个我好像在视频里也说过 这个也是通的了 到时候就不是像现在这样很虚幻的人 因为你的痛就是我的痛 我的痛就是大家的痛 像我们今天的什么 悲欢哀怨度啊 贪嗔邪恶怒啊 这些呢我们大体上也能彼此感受到 只是我们还没有那个阶段 这个这个属性还没有被激活吧 所以没有那么强烈 不过到了那个阶段 人可能也不需要这样的感情了 最后呢 我说个古怪一点的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外星人 或者说是非当前人类形态 因为人类的发展好像是有十万年的空白期 我忘记这个从哪里听来的 不过这个也不重要 因为毕竟地球有四十五余年了嘛 我们好像是用了一万年的时间 从 就是从进化中来说 就是从 摘树叶耳乱七八糟的 发展到现在了 那可能在我们之前 或许就是上一波人 他已经走过了这个过程 现在的问题是他们去哪里了 我想在我们进入高维度以后 就是 但是 寿命增加到一百多岁 可能还要更多 之后呢 我们会以另外一种形态存在 那上一波人呢 他们或许就存在在我们周围 只是我们看不到他们 但他们应该能看到我们 有时候很可能卖个破绽 比如我们今天看到的什么 超自然现象啊 UFO啊 这些可能就是他们吧 欢迎大家订阅以及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